第二個畫家 我就想講常玉 常玉 剛才我說趙無極是一個富家之弟 基本上是一個富二代 但他的藝術成就都非常之高 常玉就是比趙無極早的年代 常玉比較悲傷 他都有去法國做自己學的藝術 但常玉的性格等等都是比較孤僻少少 沒有那麼厲害去跟法國畫廊的人打交道 所以常玉很多時候畫的畫 基本上都是沒有錢去買顏料 可能會混合油等等 所以他的畫作就會很不同 常玉的特色就是 這幅都是常玉的畫 這是一個砲 他也是用了一個很簡單的線條 去畫一個動物 如果趙無極當時說 比較多是說一個國家 或者一些比較大的事情 常玉經常都畫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常玉本身之前沒有那麼出名 那就是因為傑士德的一個台灣的負責人 一個主要拍賣的一本姓衣 衣服的衣 那伊小姐就是統紅了常玉 所以導致常玉在當代的藝術裏面 又是很出名 那這幅畫其實本身 這幅畫也是很出名 你看到的線條等等性都很相似 那他其實在法國裏面 就找一些外國的模特兒去畫一些裸著 這個就是宇宙的大腿 其實徐志摩那時都飛過去法國裏面 去見常玉 那徐志摩大家都知道他比較多情一點 他其實都說 我好羨慕你 畫畫可以跟這麼多外國的未來一起畫 那這幅畫都是另一幅常玉的畫 就是都會比較有一點他自己當時 就是比較覺得生活比較撩倒一些 覺得整個人生或者很空虛等等性的表現 那另一個畫的系列 常玉就是很喜歡畫一些植物 那一會兒我們都會帶出去 就是這次拍賣都有兩幅比較重要的產品 那他畫一些植物都是畫得很好的 那譬如在菊花、藍花等等都畫得非常之好 那這幾幅裸女都是常玉的一個作品 都是畫得很好 但是你看到它的線條都是比較特別的 還有有些裸女它除了線條是比較大 譬如剛才的尾腿就比較大一點 有些就比較小了 那譬如有些它就是比較特別的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裸女的眼睛就是沒有畫出來 那還有常玉是中陰 即中外的藝術都是有一個Fusion在這裡 那明明譬如一個橙色的橙色 為什麼它中間還要畫了一些金錢 一些起的圖案等等 導致其實是中外的藝術都會有一個揉合在這裡 那這個另一個就是裸女的橡 那常玉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就是 它居然是在鏡子裡面去畫它的畫 我們看到一些出名的藝術家 在玻璃裡面畫都比較多一些 但是在鏡面上面畫真的比較少一些 那都試過很多專家去分析 為什麼會在鏡子裡面去畫一些畫出來 那有個說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好認同呢 那就說原來是在 就是找鴉片裡面的箱 其實外面有時候都會有些鏡面在這裡 那可能是常玉是在這個概念拿出來之後 然後就在鏡面裡面去畫一些雷性的像 那上次在蘇戶比在秋拍裡面 都有幾幅在鏡面上面畫出來的一些裸女像 那這幅就是五裸女就是在街士德裡面拍一個很厲害的一個情況 應該幾年前就拍了華人紀錄最貴的油畫作品 就是常玉拍出來的 那常玉也有些古蹟比較特別的就是 其實他跟徐悲雄就是另一個山水華大師的老婆 原來都很熟悉的 那時候徐悲雄也有做過 也會狹躁說 太太為什麼你會跟常玉走得這麼近的 會不會是你們有路等等等等 那徐悲雄的太太也有說出來 都說不要誤會我們都是朋友而已 那一陣的作品就是有一幅 《八條金魚》 其實就是這位美國籍的攝影大師 幫常玉拍了很多照片 而其中一幅畫就是她珍蟲 那這次也有拍賣出來 那這位姓伊的小姐中間這位就是捧紅常玉的 一個當時在台灣蘇富比的首席的拍賣官 就是捧紅她出來 那她叫做她自己是常玉一個soulmate 就是靈魂上的太太 那她也接受過訪問 就是說常玉這類型的男人她就不喜歡 但是她的精神 她的想法她就很喜歡 所以她很多常玉的作品都是她跟不同的大學 不同的收藏家等等 跟她去拿出來 所以應該幾年前就是在台灣的成品書店裡來講 都做了一個很大的常玉的展覽 都是很具價值的 那有人就說 最後一幅就是這個不是常玉的作品 就是說常玉像是當時法國的一個馬蹄絲的人物 那都是說她是一個中國版的馬蹄絲 那大家覺得像不像呢 那我們之後再帶大家去看其他畫 那再帶大家看今次的作品 其中一個masterpiece 就是這個八條金魚 那八條金魚呢 剛才都是像剛才常玉 就是比較年代新一些的 就是比較初期一些 就是畫剛才那隻豹 那這個就是畫一個八條金魚的情況 那它也是用一些很簡單的線條 就刮了出來 你看到魚都不是畫到魚鱗 都要有曬等等的 那第一個八又有一個中國人 就是覺得吉利或者是比較幸運的意思 那你看到底下其實就是有一些金錢 有些喜或者如意等等性的logo 他都是很喜歡畫在一個自己的作品裡面 那最後的簽名就是 就是簽名都是比較特別的 都有一個中西文化的一個夾合 就是他自己英文的常慾 還有他好像一個印台的形式去做 那其實值得留意 就是這幅畫呢 其實就是他一個 一個攝影師呢 是幫他去收藏這幅畫的 那那個攝影師就叫做 羅伯特 法蘭克 那我們可以過去再看一看 那這幅畫就是第二個master piece 那就是叫做這個 攬鐘的粉紅菊 那你見到它呢 都是很喜歡畫這些菊花 那但是呢 它就是第一 它就是黑色的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第二呢 就是粉紅色的菊花 還有就是兩邊就有一個白色的框 那呢 那剛才就是那些線條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粗的線條 夾著它就算 但是這次他去到畫這個攬的話 那他就很仔細地畫了那些攬 一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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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的那個菊花 都是代表不到他最厲害的時候的狀態 我記得上次拍了Christy的時候 它就是紅底菊花的那個線條 就畫得更加漂亮 更加仔細一些 所以這一幅畫都不是算最厲害 那但是拍攝的原因呢 就看不到就是 其實它黑色的裡面 它都是加了剛才我講過的一些 金錢啊 魚耳的圖案 其實都畫了出來 那都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產品 那我講上語就講得差不多 謝謝